为什么现在是最好的在美国买生意的时候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 我是北美军金黄永明 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海岛加威斯顿 向您问好 你看美国富有的人 他们通常积累自己财富的手段有两个 一个是投资房地产 另外一个是投资生意 生意它也是一种资产 为什么现在是在美国买生意的最好的历史时机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有一代人叫baby boomers 婴儿潮这一代人 也就是1946年到1964年之间出生的人 那你看从年龄来讲 他们现在已经到了退休的岁数 过去几十年间 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努力去建立的生意 可能花了20年30年建立的生意 现在呢 他要转让了 实际上美国正在发生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 这个历史上不是美国历史上 是人类历史上 因为baby boomers这一代人曾经是美国人口最大的一代人 那这一代人他的财富转移 整个的财富的规模高达30万亿美元 你想一想这个数字 这当中很大一部分财富是通过生意的方式做转移的 比方说紫城副业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他可能直接把他的生意就出售了 另外一方面 由于近两年来 疫情的影响 很多辞了工作去创业的人 现在啊 又要回去上班了 比方说他投入20万美元在一个生意上 结果疫情来了 他现在经营不下去 他只好回去上班 这样他的生意呢 也必须转让 这两重因素想叠加 就给你带来了很多收购生意的好的机会 那这些生意怎么找呢 其实也是很方便找的 在网上啊 就有一些叫做business broker的机构 他们专门去代理卖卖生意的事情 就好像买卖房产有房地产经纪人一样 买卖生意也有生意的经纪人 你只需要打开谷歌 然后输入business broker 就会显示出来 在你的附近有哪些生意的经纪人 你点开他的网站 比方说我们随便打开一家 这里有一个license for sale 就是正在出售的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列表 像这个在出售的 是做这个草坪的公司 你看他的售价呢 是25万美元 一年的 一年的 营业额是39万8000 然后还有什么工业地毯啊 车库的收纳呀 卖110万 一年的 赚的钱是30万1000 还有daycare centers 等等等等 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生意在出售 你会在网上看到很多很多的生意出售 那你知道你的机会在哪吗 美国这些做小生意的人 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安于现状 他们真的就会觉得我的生意一年收入10万美元 20万美元40万美元可以了 我不用扩张了 我不用做的更大了 可能 数十年如一日就这么做下来 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生意这件事情是不进则退的 你要么是增长 扩张 要么就是衰退 不存在说一成不变这样的一个选项 那很多的年龄比较大的这些老板 他们其实有一点是跟不上现在的时代了 你看有美国很多的小生意啊 连个网站都没有 更不用说在网上做营销了 甚至有人还非常非常的低调 我自己就遇到过一次 我有一次呢 到一个店里面去做公证 我们房地产交易的文件要做公证 然后我说我能不能拿手机拍下你公证的过程 发到我的视频号上 发到我的YouTube频道上 然后老板非常的犹豫 他说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你低调什么呀 你是在做生意啊 生意的钱从哪来 你的收入从哪来 就是从注意力来 注意力带来钱 就这么简单 没有注意力就没有钱 那我讲这么多 你就知道你的机会在哪 就是你要去寻找那些 在营销方面做的非常不够的那些生意 然后你给它增加价值 就有点像是我们房地产投资当中 去买公寓楼 然后对每一户进行一些升级装修提高租金 然后整个公寓的估值就上升一大截 你就马上赚了很多钱 那与此类似 你要去找那些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生意 这种提升空间往往是在营销这个方面 他不知道做营销 他很低调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营销 那你就可以把这些生意买过来 然后把他的营销做上去 把他的销售额做上去 在买生意的时候 其实非常像房地产的一点也是 你可以全款 你也可以做seller finance的方式 也就是说 这个生意主啊 他不一定一笔从你那把钱都拿过来 比方说40万美元的售价 他不是说你必须40万一笔都给我 我是可以允许你分期付款的 甚至你买过去以后 我可以让你用你的经营收入来支付你的购买这个款项 你看他是非常非常灵活的 就看你跟这个生意主是怎么谈的 甚至你可能拿个1万美元 你都可以买一个生意的 那在找这些生意的时候 有几种我认为你应该是避免的 一种呢 是做批发的 做批发的一般他不需要做营销 必须是针对终端的客户的那些做零售的 这种才是需要做营销的 所以你需要避免那些批发类的生意 再一个呢 你需要避免那些受制于库存的生意 或者非常容易受制于库存的生意 比如说在去年疫情期间 像美国的房车啊 还有船啊 这些休闲的设备 卖的非常的火 所以这些生意的老板 对于他来讲 不是营销的问题 不是说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而是更多的人知道了以后 我没有库存 我没有货可以卖的 所以你不希望去拿这种非常受制于库存的 你去做了营销以后 你没有库存 你这个生意怎么增长啊 还有当然你不希望去买那些非常受制于人力的生意 比如说一个小的理发店 就老板一个人在那里发 那你说这个生意 你能把它上规模到多大呢 想象空间非常有限 你没有办法把它的营业额啊 把它的收入啊 扩展十倍 一百倍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是北美绝经黄永明 与你一起绝进美国 如果我的分享给你带来了一些新的信息 一些新的启发 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很优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